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在嘉青站方面的发展 中国嘉青站限时数量居全球首位 集中性在某些区域里面 嘉青站视为燃料电池汽车 冲装氢气燃料的专门场所 作为服务轻能交通商业化应用的中枢环节 是轻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国高度重视嘉青站的建设 并积极发布相关政策规划 助推嘉青站的建设与布局 2014年中国首次发布针对嘉青站的补贴政策 2019年推动嘉青设施建设 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财政部出台有关开展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政策 将运营至少两座嘉青站且单站日嘉青能力部 低于500公斤作为示范城市群申报的基础条件 预计未来嘉青站至少会从500公斤每天的加注量起步 这对于后期轻能的产业化将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从规模来看 目前中国嘉青站的数量正逐年增加 2021年中国新建100座嘉青站 累计建成数量达218座位居世界首位 2022上半年 中国进一步统筹推进嘉青网络建设 全国已建成嘉青站超270座 从嘉青站的区域分布来看 当前中国嘉青站可实现除西藏 青海甘肃外的省份全覆盖覆盖范围较广 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区域集中性特征 从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站数量来看 位列前四的省份依次为广东省超过50座山东省 接近30座江苏省超过20座浙江省超过2 0座 此外上海由于在氢能源领域 其部较早及地方政策优势 是建设嘉青站数量最多的直辖市 根据氢气的储存状态 嘉青站可分为高压氢气嘉青站和液氢嘉青站 总体而言中国嘉青站的技术尚未成熟 关键设备依赖进口 高压氢气嘉青站主要由压缩系统 储氢系统和加注系统组成 由于国内缺乏成熟量产的嘉青站设备厂商 当前设备费用占比较高 目前中国常见的高压氢气 嘉青站的造价约为1500万元 据专家推测 未来嘉青站仍有30%到40%的降本空间 当前国内氢能应用规模有限 但随着未来需求的增加和嘉青站的推广 嘉青环节的关键设备急需国产化 国家或将进一步出台支持政策 加快嘉青站核心设备自主研发进程 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 提高氢能商业化的经济性 由于液氢密度较高 在相同的嘉青量下 液氢嘉青站的单位投资低于高压气氢嘉青站 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从数量来看2020年全球液氢 嘉青站约占嘉青站总量的33% 相较之下 中国在液氢嘉青站的建设上其不较晚 2021年底全国首座液氢油电 综合功能服务站正式启用 从技术维度来看 液氢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基本被德国法国垄断 中国在液氢站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公关还有待加强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站内置氢储氢和嘉青一体化的 嘉青站等新模式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到2035年 中鼓励充分利用站内置氢生产成本低的优势 推动氢能分布式生产和就近利用 此外 中石化等企业也在探索充分利用固定资产 依法依规利用现有加油加气站的场地设施改扩建嘉青站